书业们一起来写下常用的乘语 随心所欲 一笔连贯性强一点 那么往这边走的时候呢 不要接住 这也稍微抬起来 有没有发现这个竖笔呢 它是比较直的 比较直的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留个空隙 这里看起来比较透气一点 有没有发现这比较透气的 不要看这中间这一个竖笔很长 觉得容易写 其实它是有难度的 因为你一笔滑下来收了 要保持你的手很稳 所以就要你起码要保证这个手不手抖 才写出这种效果 那么下去的收了也不是一成不变 这里有个鼓起来稍微这样一个小动作 也要做给它 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这边不要太长 但是比较平 这个勾呢是比较重的 而且呢比较偏向 你看是吧 这两个横比 随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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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会比较难一点呢会比较难难在这个结构结构之间的安排你这个有字呢又不能靠太近靠太近的话这个走之底呢又习不好 但是如果你你靠的太太远的话又感觉结构呢有点松散 所以这几个点的都应该注意的 横折钩写不好的我应该回去多练一下 因为这个结构呢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横折钩这个结构结构眼上的这个人是很多的 所以应该回去多练 其实只要掌握方法都不会特别难的 勾 你看一笔出钩啊 好 这毛笔好用 如果毛笔不好用的话 这个一笔出钩是有点难的 他不是吹说 我不是我吹说这个毛笔怎么样啊 是你拿一只好的毛笔的话 你这个一笔出钩呢就不用担心勾不好了 有些呢就毛笔不好的话 你挑到这里挑上去的话 立马这里就立马散风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肯定很多书用呢就觉得就是这个毛笔不好用 调到这里 有可能是毛笔的问题 有可能是韵笔的问题 但多数情况下呢 很多人如果你不熟练的话 这里呢是会炸开的 这个毛笔工具呢 也应该重视起来 好的毛笔呢 可以发挥你正常的水平 不好的毛笔呢 就是你本来可以写好的笔画呢 但是容易写不好 而且呢 我会打击你写下去的信心 正中间这个块的 这上面这一块就比较直了 那么往这边撇下去 会稍低那么一些 哎 到这一收 齐笔吗 还有刚才那个 我刚才说的随字啊 这个树笔一个齐别这个动作一样 这里是最低的 肯定有人吐槽 我写的慢了 其实我是写给大家看的 我平时是写的 比较快的 贴进去 我这边那下去的时候 这里鼓起来 还是会比较偏长一点 这个不是点笔 这个是反那反那本来是那笔的 可以用这个来代替 所以呢 称为反那 那么随心所欲呢 这几个字啊 呃 没有特别难的 难的话就是这个星子 星子握钩回去练一下 没有特别的 三点一条横线嘛 三点一条 三点一条斜线 其实斜上去的话 那么这个握钩呢 这个握钩呢 呃 是有难度的 而且难度不小 回去多练一下 啊 这个随字呢 就注意结构的安排 和也还有横折钩的安排啊 就这几个点 其他的话 锁字的话和玉字的话不会太难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觉得特别难的知识点的话 都可以在我屏幕下方里面 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还有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